耶稣说,信的人将有神迹,伴随着他们。 耶稣又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人,凡事都可能。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 我们又回来分享上帝的神迹见证。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 因为同时发生在一家人里面的, 首先是他的女儿得到医治, 之后是他的妈妈能够上帝赐福, 让他生到一个宝宝。 这个见证我们分开来说, 我先说第一个,之后会跟着第二个。 好,关于他的女儿, 就是我们一个童工的太太, 那个童工就是得长传道, 如果你们认识。 他的太太叫阿潘, 他有个太太病, 不知道什么病我忘记了, 然后就进了医院, 他进了医院, 旁边的重围有一个女儿, 差不多十四岁, 十三十四岁, 就没有读书了, 因为, 割了腸, 所以很惨, 开了两次, 第一次开了大腸, 割了十尺出来, 之后第二次, 又是那个伤口, 又发炎, 又是薄得不漂亮, 再一次发炎, 又要再割, 不知道多少尺, 割了一尺出来, 就是不能够自己, 叫做什么消化系统, 不行了, 不能够大小便, 全部要养, 一个袋放在旁边, 十四岁, 他说, 妈妈看着这个女儿很痛苦, 所以, 潘子妹看到, 就帮她传福音, 帮她说, 你信耶稣可以医治你, 当我和太太, 去探访这个童工和太太的时候, 她说, 牧师, 这个家人真的很可怜, 我们为他祈祷, 我说, 好啊, 我问她, 要不要祈祷我, 她妈妈就说, 要啊,要啊, 所以我们说, 她的女儿十四岁的时候, 祈祷我, 因为十二岁, 她已经动手术, 过了一年多, 又是这样, 所以根本没有去读书, 所以就祈祷了, 祈祷了之后, 第二天, 潘子妹就打电话给我们, 牧师, 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 她的女儿可以去厕所了, 有什么特别, 去厕所? 不是的, 因为她是没办法的, 她的大腸没办法消化, 不可以排大小便的, 所以一定是要用那个袋子的, 现在能够排大小便, 医生开刀的时候, 是成功了的, 这是一个神迹来的, 因为医生也是消极的, 说不可能的了, 不知道的了, 但是这一次真的医治她, 只是祈祷一晚而已, 一日第二天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开心的, 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都来我们教会聚会, 这个就是, 稍后我会再讲第二个见证, 就是感谢主, 我们相信就是, 我们得事不得事, 有机会帮人祈祷, 就帮人祈祷, 不是我们做工, 是上帝做工, 当上帝行神迹的时候, 你就很惊讶, 原来不是因为你有感动才祈祷, 就是有一个需要, 你祈祷, 神迹都会跟着你的, Amen? 神赐福利, 好, 继续, 继续讲讲妈妈生孩子的事, 好, 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回来, 讲之前的见证, 就是那个女儿, 过了大场之后, 得医治, 她妈妈, 我们继续探访她, 她住在我们金堡那里, 一个比较入的地方, 叫做Aegunin, 就是一个比较乡的地方, 在那里卖东西, 所以在那里忙碌一些, 很难就来教会, 我探访过她, 有三个女儿, 这个, 之前那个是, 其中一个女儿, 没有什么读书, 另外一个, 两个都是这样的, 她的老公就是在那里, 放牙, 拿一个地方, 不知道有什么, 不信主的, 跟她说, 也不想见我们的, 不信的, 但是她的女儿得医治, 她很高兴, 多谢耶稣, 多谢牧师, 但她是不信的, 之后, 我们哄哄哄哄的时候, 那个姊妹说出, 她的老公说, 牧师, 他们祈祷这么厉害, 叫她帮你祈祷, 生一个儿子, 因为三个都女儿, 这个老公就很恨一个儿子, 所以老婆都慢慢, 好像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如果再不生, 就没有机会生了, 我说, 牧师可不可以帮我看, 我说, 你可不可以求耶稣, 让我生一个儿子? 我说, 因为三个都是女儿, 老公那时候嫌弃她, 不能生到儿子, 所以可能, 如果能够, 就生一个儿子了, 我说,可以的, 那就祈祷吧, 按照你的信心, 让你成就, 就祈祷吧, 真的过了几个月, 哎呀, 懷孕了, 是不是儿子, 我们不知道, 但是她相信是儿子, 当时她的信心很大, 所以, 一会祈祷, 她不能来教会, 因为懷孕更加要休息, 就这样了, 过了九个月, 之后生了真是儿子, 哇, 开心得不得了, 做这个事情, 不可以来教会了, 之后呢, 一闷热的时候, 她就抱她儿子来教会, 而且呢, 自己出钱, 买一些食物给大家吃, 在教会里面, 请大家吃, 牧师多谢你, 帮到我女儿祈祷, 现在又帮了我, 祈祷我一个儿子, 我老公很开心, 但是她老公没有来, 是她自己带着她儿子来, 和女儿来, 所以就帮她感恩, 吃了之后, 这个人就失踪了, 没有来教会了, 所以有神迹发生在家里, 她女儿得意志, 她又得到一个儿子, 但是她老公就不爱耶稣, 要神迹, 就不爱耶稣, 不爱这个信仰, 这是很可惜, 那是不是这样, 上帝不行神迹呢? 不是的, 上帝一样行神迹, 上帝按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就, 但是到最后你信不信, 都是你自己要决定的, 不是因为有, 我们也不要以为, 有神迹之后, 那些人一定信的, 不是的, 你看到耶稣叫拉撒路復活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信了, 但是有些人还想杀死耶稣,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 神迹发生, 很多人的信心就会信耶稣, 不是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神迹, 而信耶稣的, 无论如何, 我们感恩, 叫不能生的人, 能生到一个儿子, 言永如归归生。 所谓弟兄姊妹,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位, 有信心的人, 来经历神迹在你生命里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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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